1983年的某一天,平天残遍云飞扬一角,迅速走红的徐绍强跟朋友一起走进位于中环的一家disco舞厅。 当所有人在纸醉精迷的歌声中功愁交错时,角落里有个失落的年轻人,引起了徐绍强的注意。 当他问明对方是因为没带够钱,所以只能躲在一旁时,平日里性格豪爽。 喜欢仗义舒财的徐大侠,当即大手一挥,请这个陌生的小伙子喝了酒也跳了舞。 然而让徐绍强意想不到的是,这是自己这次无意中的一次善举,在多年后却成为他闲鱼翻身的契机。 九年后的1992年,曾经风光无良的徐大侠在经历黄粱一梦后,此时正面临着被公司雪藏无戏可拍的窘境。 这天,徐绍强突然接到陈家上导演的电话,对方诚恳邀请他去自己的戏里演一个反派,并在电话中跟他谈妥了出演这部戏的片酬。 正处人生低谷的徐绍强,当然不会错过良机,他爽快答应了对方的邀请,并在戏中用自己的精湛演技和敬业精神,让自己成功登上武侠片首席反派的宝座,演技重新被人认可事业再次迎来转气。 徐绍强在高兴之余,心底仍然有一个谜团,那就是陈家上为何会邀请一个即将退圈的人来拍戏呢? 直到徐绍强找到陈导问亲缘由后,才恍然大悟。 原来当年他在舞厅帮助的那个年轻人叫周星驰,这次正是因为周星驰为了报答当年的义武之恩,所以才会在陈家上导演面前,极力地推荐了自己。 看到这里,或许大家已经明白,这不让徐绍强咸鱼翻身,周星驰回报义武之恩的电影,正是小编今天要说的武状怨苏其儿。 1967年年仅17岁的徐绍强扣开了邵舍公司的大门,靠着硬朗外形进入艺人培训班,并正式开启演艺生涯。 他参演的第一部作品便是大导演张彻的《独臂刀》,这是香港影坛首部票房过百万的电影。 而徐绍强也凭借在戏中的龙套经历,顺利跨入武行之列。 按理说,刚出道就能在这样的大片中有出镜表演。 徐绍强出道的起点比同期很多艺人要高很多,但由于那时的邵氏影业人才积极,而他作为新人却没有展现过人天赋。 因此刚出道的那几年一直不温不火。 十年后的1977年,在邵氏一直郁郁不得志的徐绍强,被金牌编剧肖若元看重。 自此与邵氏解约,加盟全球首家华语电视台里的电视, 并作为男一号出演当年轰动仪式的电视剧《天惨变》。 这部武侠剧,一经上映便连续打破香港电视剧的收视记录。 而徐绍强也凭借云飞扬一脚,成为那个年代最红的武打巨星。 并获锋绰号大侠徐绍强,或许是因为成功买得太过于突然。 金钱名利让他很快就迷失了自己。 由于《天惨变》上映后大火,亚式的老对手《无线电视》未扳回收视率, 便除剧资买徐绍强让他从片场消失。 要知道当年的港剧都是边播边拍的形式。 在《天惨变》播导一半时,主演却神秘失踪了,没办法。 制片方只好连夜修改了原定剧本, 并把主演人选从徐绍强换成了顾冠中。 虽然《天惨变》最终照常播出, 但却因为这次仓促换人导致收视率大跌。 在经历此事后,徐绍强很快就收到了亚式的解约通知, 而当初拿钱收买过他的无线电视台, 也没有跟他签约。 就这样曾经风光无线的大侠徐绍强, 在经历了短暂辉煌后被彻底抛弃。 从1980年被亚式解约, 到1992年出演武状元苏启尔, 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, 徐绍强陷入无戏可拍的境地。 就在徐绍强觉得自己要被全世界遗忘时, 周星驰却想到了他, 并在人生最低谷时, 将赵无极这个反派角色摆到了他面前。 而他也不负所托, 用自己的精湛演技将那个拥有一身邪门武功和邪术, 怀揣江山野心的反派形象演绎的入幕三分。 凭借在这部戏中的精彩表演, 曾经的大侠徐绍强逆天改命, 此后成为武侠剧的御用反派, 直到今天依然还在迎品活跃。 影片中的苏启儿从家世显赫的豪门公子, 到流落街头的药饭乞丐, 享受过滔天富贵, 异常敬人情冷暖。 这样的经历恰如徐绍强32年的臣服人生。 而他在影片结尾骂苏启儿的那句台词, 如今看来, 不正是徐绍强对自己不堪过往的自嘲和鞭策吗? 剧组中除了徐绍强心存感激之外, 还有一个人对新爷的提携莫尺难忘, 他就是新爷中学同桌, 在戏中已如花一角惊艳亮相的李建仁。 不过这时候的李建仁还不叫如花, 他在这部戏里根本没有名字, 只是叫做我朋友的阿姨的妹妹, 之所以连名字都没有, 原因是最初剧本里根本没有他的戏份, 而他的出现全是因为周星驰的联盟带片, 当年还在美国从事餐饮行业的李建仁, 突然接到周星驰喊他陪伴去北京拍戏的邀请, 顺便还可以游览下祖国的壮美和山, 本来就有出行想法的李建仁, 便爽快答应了好友的邀请。 当他陪伴新爷来到苏启尔剧组, 每天除了到处转悠, 就是在剧组跟工作人员闲聊。 这天拍戏拍到一半的周星驰突然冲了出来, 抓着他不由分说地就往化妆间里跑, 原来剧组之前请的临时演员新爷没相中, 可一时间又不知道该去哪里找替代人选。 情急之下, 新爷便想到了好友李建仁, 但当李建仁穿好戏服化完妆后才发现, 自己竟然被扮成男扮女装的爵士丑女, 看到摄像机中那个让自己反味的形象, 李建仁突然有一种想掐死新爷的冲动, 但由于在片场时间紧任无众, 李建仁只好硬着头皮拍完这场足以让他铭记一生的戏。 虽然当时的李建仁因为这样毁形象的表演有点生气, 但他看到观众对着荧幕中的如花发出哄堂大笑时, 那一刻李建仁内心深处却突然感觉到了欣慰坦然。 在后来接受采访时, 李建仁曾这样说道, 如果自己的形象能换来大家这么高兴, 那么我做这一点点牺牲又有何不可呢? 正是凭借在这部戏中的反串表演, 李建仁此后便放弃餐饮业, 多次在电影中已如花形像诗人, 并成为香港喜剧电影史上, 永远无法忘却的惊鸿一瞥。 如果说李建仁是新爷电影里的御勇男配, 那张敏便是他在荧幕中雷打不动的女一号, 从1987年在街边发传单式背向态发掘出道开始, 张敏便在永胜老板向华盛的力捧下, 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拍出了七十多部电影, 而在众多合作的男演员中, 周星驰绝对是最特殊的一位, 两人从最佳女婿时的缘起, 到九品芝麻关后的原进, 在新爷如日中天的那些光影人生里, 我们始终都能找到张敏的亮丽身影, 他们也成为所有影迷心目中的最佳荧幕情侣, 张敏见证了周星驰成功录上所有的点点滴滴, 甚至小编觉得张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让新爷变得更优秀, 在这部《武装院苏琪儿》中, 张敏饰演的是丐帮棒组织女如霜姑娘, 正是因为她的出现, 改变了浪荡公子阿灿的人生, 怡红怨初遇, 如霜用自己的刁难激发了苏灿的进取心, 雪天里重逢, 她又用自己的善良保留了苏琪儿的自尊, 或许这就是新爷眼里的爱情, 从来都不会有那些山盟海誓死生气阔, 但这样的爱情悲喜剧却总能让我们一会儿把握了自己, 一会儿又失去了自己, 她把那些通俗现实的爱情记忆亲手撕碎, 我们永远无法读懂, 新爷爱情里的情不知所起而一往情深, 但或许这就是我们过去, 或是现在正在经历着的情感, 它真实地发生着, 却永远不会说出来, 还记得影片中兴爷被官兵逼着吃狗饭那场戏吗? 其实这场戏原定剧本是如霜递给苏琪儿狗饭, 并对他说, 如果你不争气就一辈子吃狗饭吧, 苏琪儿听到这句话后, 立马痛感前非病最终翻身, 但这个情节设定却让陈家上感觉不妥, 他觉得人在那种情况下是不会奋发的, 于是就临时改称如霜递给苏琪儿馒头, 这才有了后来周星驰流泪痛哭, 雪天与达叔吃狗饭的经典场面, 如霜的出现让苏琪儿完成了自我的救赎和改变, 但有一个人却在这场变故中, 始终陪伴不离不弃, 他就是影片中饰演新爷父亲的广州将军吴梦达, 周星驰在后来回忆这部戏时, 曾这样说到, 和达哥演对首戏的时候, 我真的很动容, 如果老爸都能这么好, 儿子想不发愤都难, 在达叔师的老爹眼里, 儿子永远是那个盖世无双的武状元, 哪怕是因为妓女去考取功名, 哪怕是因为自己受连累从将军变成乞丐, 他始终相信儿子总有一天会成功。 在这部电影中, 达叔用自己不动声色却实时戳心的表演, 将那个宠溺儿子到基点的老父亲演绎得真实动人, 甚至在小编看来, 是达叔的演技撑起了整部戏的几乎所有的泪点, 从1989年合作拍摄了他来自江湖开始, 周星驰和吴梦达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父子关系, 新爷的嬉笑谩骂无厘头, 配上达叔的唯唯诺诺真性情, 为所有影迷奉献了太多, 让人哭让人笑的经典作品, 但这样的精彩表演却随着达叔的离开, 再也不会出现, 而我们只能在不断袭来念想里, 去回味曾经的美好, 然后一边心生敬畏, 一边黯然神伤, 不知道多年以后的新爷在回忆往事实, 是否还会记起那个曾陪他, 有钱一起狂落魄一起扛着将军老爹呢? 或许我们都曾在人生的某个节点感怀命运不公, 但无论是影片中的苏启儿, 还是现实中的徐少强, 他们用自己的盛景失忆, 让我们在低谷时始终相信, 不管你趴在碳堆里, 有多卑微痛苦, 总有一天你要抬起头去执念现实,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, 喜欢点个订阅吧, 我们下期见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